世界上真的有神灵存在吗?中国知名大学校长居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,台湾大学的校长,同时也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李斯岑,就曾在一次特殊的实验中,真切地观察到了神灵的存在,受过高等教育的李斯岑,怎么会下次结论?他到底在实验中看到了什么?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严格来说,李斯岑最初所学的知识与神灵可以说是毫无关系,在斯坦福期间,李斯岑修习的是奠基工程,跟一大堆现代科学仪器打交道,按道理来说,一个天天沉浸于科学氛围里的人,不至于会突然对神灵这种虚无缥缈的存在感兴趣。 本来,李斯岑确实对这类鬼神说毫无想法,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,直到1980年,1980年,四川日报,登载了一则颇令人吃惊的报道。 一位男子意外发现自己的耳朵,竟然可以识别文字,这一报道已经发出,全国都沸腾了,当即掀起了一场寻找拥有特异力量的寻人活动,一时间,全国四处都出现了各种奇能意识。 有些人自称自己开了天眼,能看到百米之外的事物,有些人则说自己拥有一双顺风耳,总而言之,你能想到哪些特异功能,他们就曾经出现在这场寻人活动之中,而当时的李斯岑刚从斯坦福毕业,也感受到了这股对特异力量的狂热追捧,秉持无神论的他转面一向。 如果能用现代科学去解释这些现象,不管是为其证明又或是证伪,那么这是否也算是一种巨大的科学进步呢? 怀着这个念头,回到台湾大学的李斯岑立马就组织了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,开展了自己的实验。 这个小团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,也不相信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存在,他们的加入仅仅是想借科学的力量,给眼下这些狂热的人们泼上一桶结结实实的冷水。 当时,放眼整个台湾都没有正儿八经的研究者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。 反观国外,早在1882年的时候,剑桥大学就成立了所谓的灵力者协会,他们一致认为,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拥有特异功能,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常人所不能把握的灵力。 李斯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线索,他带领团队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特异功能的人,并试图借助科学设备来考察。 当他们能力释放的时候,周遭环境的磁力有无发生变化,很快,李斯岑就联系了好几位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,并展开了相应的实验。 其中,最为著名的实验莫过于手指十字,顾名思义,手指十字就是仅凭手指就可以认出写在白纸上的字,或许有人会说。 这难道不就跟摸麻将牌一样,是个熟能生巧的活吗? 试试并非如此简单,首先,写在白纸上的字并不像麻将牌的图案那般凹凸不平,正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写的文字那般,是非常平整的。 此外,在李斯岑教授的实验中,被实验者的首部是得进入到一个密闭的盒子中识字,以此隔断视觉器官。 起初,几乎所有的被试者都能完美地识别出盒子中的字。 这是,李斯岑团队中一位精通心理学的合作者唐大伦声称,这种实验方法虽然直接,但极有可能被钻空子。 因此,李斯岑又再加大了实验难度,将十几张写好的字条揉成纸团放在一起,不断地摇晃。 摇晃到实验者都不知道究竟哪个纸团上写的哪个字的地步,紧接着,让被实验者从一堆纸团中抽取一个纸团,抽取出来之后进行十字环节。 这一环节结束后,李斯岑并不立即核对答案,而是让被实验者继续测试,连续测试五次之后,再将被实验者说出的答案与纸团上的字一一比对。 为什么不做完一次测试后,就立马核对答案呢? 李斯岑在《人身极机密》人体X档案中写道,这是因为被实验者极有可能基于测试的结果,与实验者产生某种默契, 这种默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会增加被实验者猜对答案的概率,而在种种精密的防范实验下,最终脱颖而出的特异功能者只有一人,那就是一个名叫高桥五的小女孩。 高桥五手指十字的本领,非常惊艳众人,不管经过多么复杂的流程,她总是能猜中答案,在整个实验过程中,高桥五的命中率是100%。 尽管如此,李斯岑还是不甘心承认世界上真的有特异功能者的存在,她考虑到,人们对于笔画和颜色的接受程度不一样,手指或许能辨别出这是个什么字,但不一定能辨认出这是什么颜色。 于是,李斯岑就专门为高桥五设计了一次实验,在这次实验中,高桥五必须进行连续20次的颜色辨别测试。 辨别完成之后,还需在色盘上依次找到相应的颜色,测试结果一出,震惊了众人。 原来,高桥五不但能够手指十字,还能辨别颜色,如此一来,整个实验室几乎是确信高桥五是真正的异能者。 可就在此时,高桥五坦言道,自己之所以能达到百分百的命中率,是因为有个师傅在叫他。 一听这话,李斯岑就愣住了,实验室为了更好的进行实验,根本没有找过外来者。 高桥五口中的师傅又是从何而来?高桥五却说,这师傅并不存在于现实空间,而是自己在另一空间看到的。 每当要进行实验的时候,他就会从那个空间出来给自己发送讯息,随即这个讯息就出现在了自己眼前。 最重要的还在于,据高桥五的描述,这个师傅偶尔会以真身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眼前。 这可把李斯岑难住了,究竟要拿出什么样的纸团,才能诱出这位师傅呢? 莫非是一些专用的宗教术语? 面对高桥五声称自己受到高人指点的说法,李斯岑百思不得其解。 这时,陈建德教授却给了他一个灵感。 原来,陈建德教授信奉佛教,他听完李斯岑的苦恼之后,开玩笑地说道, 怕不是你那堆纸团里有个佛字吧? 此话一出,李斯岑立马回到实验室,扒开了那堆纸团,果然,其中就有一个佛字。 于是,李斯岑立马就让高桥五再次进行测试,结果相当惊人。 不带任何宗教色彩的字,高桥五都是正常的反应。 只有当出现佛,耶稣这类词汇的时候,高桥五的眼前就不是字, 而是亮光和人像,根据人身极机密,人体X档案的记载。 当高桥五测试到要师佛这个词的时候,他脑中不但闪过了亮光,见到了人像,还闻到了中药的味道。 而当看到耶稣这个词的时候,高桥五的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。 如此一来,李斯岑就确认了一个基本的事情。 高桥五所得到的讯息是从灵界那边传回来的。 为了进一步与灵界沟通,李斯岑让高桥五当起了中介,他写下了一个问题,让高桥五询问他脑子的人像。 神奇的是,高桥五脑中的人像竟然真的回答了。 紧接着,李斯岑接连发问,上帝和佛教展示的世界是一样的吗? 高桥五用英文传回答案,这个不好比较。 再如,李斯岑又问,人类什么时候可以和外星人接触? 高桥五则反馈道,你现在不就在跟外星人接触吗? 一番测试下来。 李斯岑一行人彻底相信了灵界的存在,也认可了与自己对话的人,其实就是处于另一空间的神灵。 所有人都被测试结果深深蛰伏了。 要知道,整个测试的过程相当的严谨,按理说,不可能出现胡编乱造的可能。 但对于这群秉持着科学信念的人来说,亲眼目睹到,神灵的存在确实是一种极大的震撼。 毕竟,就连亲身接触到神灵的高桥五都不知道,他口中的师父究竟是何方神圣? 但,那一团团亮光,却又在告诉着他,这位师父拥有着神圣的力量。 李四曾在这一过程中,反而从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验者变成了目击者,事后,他将此记录于《难以置信》,科学家探寻神秘信息场中。 但关于书中所记载的故事是否真实,还是存在很大的争议。 因为神是否存在的这个议题,目前尚未有一个确切的定论,人们往往都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 最早的有关科学魂灵尝试是在1907年,事先一名科学家做了一个尝试,胜利测出魂灵的分量是21克。 他有的办法也很复杂,就是把人在逝世前后的身材分量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比照,发现人在灭亡后身材的分量会加重21克,而这21克的分量就是魂灵的分量。 绝后又有一门科学家更是运用古代科学装备来证实魂灵的存在,他将人死后的身材物理转变全盘投射到粒子研讨器中, 这么就可以看出人在灭亡前后身材中所发生的转变,后果显现,过程当中呈现粒子神奇消逝,这些神奇消逝的粒子实在就是魂灵,经过一些古代科学的尝试, 人们开端置信人是有魂灵存在的,但人的魂灵最初究竟去了那里,真的是传说中的明界吗? 大概工作并非很复杂,魂灵大概是别的一种初级性命,即使是性命,它们必定有一个生存的天下, 而这个天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灵界,专供魂灵生存的天下,统统没有精神等实体身材的性命都可以称之为灵体, 而魂灵也是灵体的一种,灵体所生存的天下就是灵界,不要觉得灵体是初等生物, 恰恰相反,灵体是离开精神生存的一种初等性命,品级要高于人类,至于人类为何会有灵体这类初等生物投掷, 那就不晓得了,大概人类本身就不是那么复杂的,灵界只要灵体可以进入,有身材的生物是没法进入的, 灵界也是一个初等天下,这个天下不开展科技,而是以修炼本身的潜能为主, 强大的灵体一致可以穿越时空,灵界的灵体也可以挑选去别的天下找生物投掷, 也就是官方传说的转生,但灵体分开灵界前必须求把灵界的统统影像消灭, 免得保守灵界的秘密,这就是官方传说的喝梦婆汤, 但大部分灵体仍是留在灵界修炼的,只要一些过凡了灵界单调的生存的灵体, 才会挑选去别的天下过丰厚的生存,但必须求投止一个精神, 不然灵体在理想天下是没法持久待下去的,除非是一些强大的灵体可以在理想中留得更久。 也就是这种灵体能打开,结果我们需要在灵体能上担着过当中的灵体